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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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看呀 看呀 您看常走夜路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心理 那就是在漆黑一片的夜里 如果你看见远处有光亮 就能产生一种安全感 并且会加快脚步朝着有光亮的地方走 现在我把咱们这房间的灯关了 如果在黑暗当中突然有一个泛着绿光的东西在你面前一闪而过 恐怕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恐惧 并且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还是开开吧 我说的这可是在陆地上 在陆地上尚且如此 更何况探险队员们是在漆黑一片神秘莫测的深海之中呢 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 这个在深海里发着绿光的物体到底是什么 更让他们感到恐慌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1400米深的海里 一种不明物体在撞击着潜艇 咱且不说他能不能把这潜艇撞坏 单单就撞击时候发出的那个回声 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出于安全考虑探险队决定 加速逃离这片水域 赶紧走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摄像机却捕捉到了一个画面 就是这个 对你看后面大屏幕也有 这个画面看上去 这是某种生物的尾部 或者再准确一点说 它很像是某种鱼类的尾棋 由于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 探险队员们根本来不及分辨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尾棋 澳大利亚探险队的这次经历 引起了布雷迪博士的关注 他决定要通过自己的考察 来破解这桩已经发生了十多年的海底悬案 那么布雷迪将从什么地方着手呢 在澳大利亚探险队提供的资料中 首先引起布雷迪注意的 就是这个在深海中发着绿色光芒的物体 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某种生活在海中的发光生物 在海洋中生活着数以千万计的发光生物 其中数量最多的大概就是发光的浮游生物了 比如发光的浮游藻类 但是它们通常生活在险海区域内 也就是海洋的透光层 这一水层光照充足 浮游藻类需要在这里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有机物 作为海洋食物链中的最底端 它们为海洋生命提供最基础的食物供给 而发光的浮游动物 虽然可以生活在更深的海水里 但在1400米深的水域里 却鲜有分布 因此布雷迪判断 探险队遇到的不会是发光的浮游生物 如果探险队遇到的不是发光浮游生物 那么它们遇到的会是什么呢 其实啊 一些生活在深海中的鱼类 为了适应漆黑的环境 就会逐渐地进化出 可以发光的器官 你像深海的琵琶鱼 还有 灯眼鱼 透明鱿鱼等等 都是这样 但是这些鱼类啊 大都是利用自身的能量 发出微弱的蓝光 或者白色的冷光 它不是这种 近似于祖母绿宝石一样的光芒 而布雷迪在反复地研究了探险队拍摄的画面之后确认 那个绿色的发光体应该是某种物体的反光 因此他判断呢 这个在一千四百米深的海水里反射着绿色光芒的应该不是深海的鱼类 这个推断让布雷迪感到有点无所适从 忽然啊 布雷迪想到了另外的一个办法 他从朋友那儿借来了一艘潜艇 他要到当年探险队下潜的那个海域 要亲自到深海里 一探究竟 科学研究发现 珊瑚海的海底地形 呈现出自西向东倾斜的态势 最深处超过九千米 而2006年 探险队深潜的位置 位于南索罗门海沟附近 这里的深度超过了七千米 布雷迪驾驶着潜艇 沿着海床一路下潜 很快 他就来到了海面以下五百米的区域内 在海洋雪中 深度二百米以下的区域 都可以算作深海区 能透进的光已经非常有限 周围的黑暗也越发的浓重 布雷迪心中的恐惧也随着下潜深度的增加 被慢慢的放大 相对于周围的黑暗环境 布雷迪更担心的是自己驾驶的这艘潜艇 是否能够承受巨大的水压 然而就在布雷迪下潜到七百米的时候 他发现潜艇的舱壁上突然渗出了水滴 这让布雷迪一下子陷入到恐慌之中 大家都知道啊 在水里是会有压力的 物体在水下的位置越深 所承受的压力就会越大 如果物体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会怎么样呢 老陈我请您看一段影片 我们来看看 如果这个潜艇下潜到 它所能够承受的深度以下 会发生什么 您看见了吧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德国人设计的最先进的U型潜艇 在水下两百多米的深度 因为承受不了水压 而发生了挺身破裂漏水 现在您再看看布雷迪驾驶的 这艘小型的潜水艇 你看着它就那么单薄 虽然它所使用的材料 比二战时期的U型潜艇更先进了 但是它也有一个下潜的最大深度 现在是什么呢 布雷迪刚刚乘着这个潜艇 下潜到了七百米的深度 这潜艇的舱壁上就已经渗出了水珠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艘潜艇 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水压 而开始发生破损了呢 就在布雷迪紧张的环十四周 寻找破损迹象的时候 又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 海面二百米以下的深海区域 还可分为中层带 深层带 深渊带 超深渊带 每一层带都各具其特点 例如中层带是从海面以下二百米到一千米的水域 它还被称作黄昏渠 因为它处于透光的海洋光合作用带 与黑暗的深层带之间 这一深度范围内的海水温度 也随着深度的增加 急剧下降 底层水温接近冰点 透骨的寒冷也让布雷迪意识到 舱壁上渗出的水珠 其实是因为舱内空气愈冷 在潜艇内壁上凝结而成的 并非是潜艇发生了漏水事故 这也让布雷迪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可是突然 舱外的海水开始变得浑浊 似乎是某种力量在搅动海底的泥沙 在深海的中层带 海水的动力相对较弱 很难将海底的泥沙搅动起来 而此时挺外随波飘动的泥沙 似乎说明有某种生物正在潜艇周围游异 潜艇忽然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巨大的撞击声也随之而来 就在布雷迪惊魂未定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尾骑从仙窗前一闪而过 布雷迪立刻辨认出 当初澳大利亚探险队拍摄到的 正是这样的尾骑 借助潜艇强力的探照灯 布雷迪发现 这个生物的身体侧面 有六道树直排列的裂缝 而它的眼睛在探照灯的照射下 反射出绿色的光芒 巨大的尾骑反射着绿光的眼睛 这两个细节让布雷迪判断 这就是当初澳大利亚探险队 遇到的那种巨大的海洋生物 这种生物究竟是什么呢 在海洋当中长有尾骑 而且能够算得上是体型巨大的生物 目前已知的就有两种 一种是鲸鱼 一种就是鲨鱼 您看啊 从这张尾骑的照片上看 布雷迪首先排除了鲸鱼的可能 为什么呢 好 您看 这个鲸鱼 它的尾骑是水平的 而且摆动起来呢 是上下的摆动 好 您再来看这个尾骑 它是垂直的 而且布雷迪发现呢 它的摆动是左右的 如果从这一点上来判断 这个巨大的生物 它更像是鲨鱼 但是对于这个判断呢 布雷迪又不敢确定 让它不敢确定的原因 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个细节 在布雷迪拍摄到的画面中 那种巨大生物的身体侧面 有六道裂缝 从外观上看 这些裂缝与鲨鱼的塞裂 有几分相似之处 此刻呀 布雷迪的身体侧 此刻呀 布雷迪的心里是又高兴又沮丧 高兴的是啊 同航们遇到的那个深海悬案 现在终于有了些许线索 沮丧的是呢 眼瞧着这个巨大的生物 在潜艇外边游来游去 你既无法看清 它到底是什么物种 又无法抓住它带回去研究 而且看得出来呀 这个生物对于突然闯入它的领地的 这艘潜艇特别愤怒 因为它在不停地对潜艇发起着攻击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这潜艇就算没有被水压破坏 也得被这个疯狂的家伙给撞坏 万般无奈布雷迪只能选择返航 虽然最终布雷迪平安地返回了海面 可是他心中的疑问却没有解开 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近距离地研究这种生物呢 这个时候啊 布雷迪身边的一个人 告诉了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这就是钓鱼 克里斯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 在得知布雷迪正在展开的考察后 他认为 尽管现在还无法判断布雷迪在深海中 遇到的那种巨大生物是什么物种 但它们应该也会像一般的深海鱼类一样 需要在夜晚时分游到前海区域去觅食 根据这个推测 克里斯拟定了一个钓鱼计划 并且将猎场选择在了夏威夷群岛 科学研究发现 夏威夷群岛几乎位于整个太平洋的中心 处于北太平洋暖流 加利福尼亚寒流 及北赤道暖流 三股洋流的包围之下 这里的海域聚集着大量 追随着洋流而来的海洋生物 是太平洋里海洋生物种群 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第二天一早 布雷迪和克里斯就迫不及待地 来到他们设置的第一个钓鱼点 虎沙 通过近距离观察 布雷迪发现 虽然虎沙体型很大 性情凶猛 但它的外形 与深海中出现的那种生物 有着很大差别 虎沙的尾鳍形似扫板 而布雷迪看到的生物 尾鳍相对平直 最重要的是 虎沙的鳃裂有五道 而深海中的那种生物 却有着六道形似鳃裂的裂缝 因此布雷迪判断 它在深海中遇到的 并不是虎沙 当他们来到最后一个钓鱼点时 布雷迪立刻感觉到了来自鱼线上的震动 当水下的猎物浮出水面的那一刻 首先应路布雷迪眼帘的 就是这个生物身上那六道裂缝 布雷迪几乎可以断定 这就是在深海中它遇到的那种生物 就在此时 这个生物的头部终于露出了水面 专家发现 它短小而尖锐的吻部 以及张开的大嘴中 一排排锋利的牙齿 都在表明 这很可能是一种罕见的鲨鱼 而最让布雷迪感到兴奋的 是这个生物的眼睛露出水面的一刹那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射出了如同祖母绿宝石一样的光滑 专门从事鲨鱼研究的克里斯 在查阅了研究资料之后确认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鲨鱼 叫灰溜塞� 它名字的由来 就是因为它长有六对塞鲨 这种鲨鱼 常年生活在海下八百米 到一千五百米的范围内 只有捕食的时候 才会偶尔地浮到前海区域 所以人们平时很难见到它 在咱们国家的南海 以及东海的部分地区 曾经有发现过灰溜塞鲨的记录 正是因为它们深藏海底 人类对于这种鲨鱼的研究 可以说非常有限 这一次布雷迪亲自捕获的这条灰溜塞鲨 可以为今后针对这种鲨鱼的研究 提供一个样本 在测量了这种罕见的鲨鱼的各种基本数据之后 布雷迪博士打上了卫星定位标记 以便监测这条鲨鱼的活动 收集有关灰溜塞鲨种群的信息 就在布雷迪打算把这条鲨鱼放回大海的时候 克里斯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让布雷迪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克里斯说 由于这条灰溜塞鲨 很可能会受到植入体内的卫星定位移影响 无法顺利地从海平面前回深海 因此地区由人类将它护送到合适的深度 才能使它平安回到深海 尽管克里斯保证 眼前的这条灰溜塞鲨不会以人类为实 布雷迪还是有些提心吊胆 在克里斯的鼓励下 他牵着这条比自己大出四五倍的深海猎手 缓缓地潜入水中 送贵鲨鱼的过程漫长而平静 布雷迪感觉 自己就像是牵着朋友的手一样 慢慢地将这条神秘而美丽的深海精灵 送到了他可以自己回家的地方 与灰溜塞鲨的这次短暂的亲密接触 给布雷迪的深海探险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布雷迪来说 这次经历可能会给他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而对于人类而言 研究灰溜塞鲨等这样的深海生物 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无法想象的进步 您比如说出现在游泳赛场上的鲨鱼皮泳衣 它就是通过模仿鲨鱼的皮肤结构 使得游泳者能够在水中获得更快的速度 那些生活在深海的动物 不仅要面对缺氧的环境 更要对抗深海的水压 对这些生物进行研究 人类就可能研制出可以下潜更深的潜艇 就可能开辟更深海域的科学研究 就像《大海啊顾湘》这首歌里唱的一样 作为我们个人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的经验可能都是从妈妈那里学到的 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大海就像是一位无私的母亲 通过对大海的研究 我们能学到的将是无尽的知识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